好过年后近年有人要因此丢了工作了吗 这是鸿海最大的竞争对手 美国专业电子代工厂韦创力 现在传出一体成型的电脑研发人力 将要来裁剪一半以上 预估有50到100人可能会丢了工作 而这消息传出让部分员工相当错愕 被誉为鸿海集团最大竞争对手的电子代工大厂韦创力 前年才在台湾成立笔电研发中心 没想到春节才刚过完就传出电脑部门 将裁一半员工 让部分员工相当错愕 其实伪创力2007年 才大手笔以57亿元并购华语电脑事业部门 想要进一步强劲笔电代工市场 去年还大征兆二度举办大型人才招募 宣誓要在短期组成1500人的研发团体 没想到现在才适格不到一年 传出25号 伪创力电脑事业群加上华语电脑的电脑事业部门 将裁员50到100人 尽管现在市场传言不断 不过对于春节后是否真的闪电裁员50到100人 目前伪创力已经准备好声明稿 不过必须等待总部确认之后 在对外统一发言 中文新闻台北综合报导